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走 我给大家看看 刀没拿来 刀说实话我没法拿 第一个呢 咱又没车 是吧 坐地铁 坐不了 如果打车呢 咱说实话成本太高 恐怕到这儿得摆起来块钱 没有意思 而且我要是我借过来 拍个视频 我又怕人家多想 所以我就把那刀的照片拍了两张 然后给大家看看 那个刀呢 实际上也 咱怎么说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主要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你看 就在它的那个底下的库房放在这儿 这是 这个刀的意思呢 或者意义呢 是什么 第一个 是它的重量 十三斤半 单刀 十三斤半 可见当年老前辈履历过人 十三斤半的大刀 高十一米四啊 高十一米四 而且呢 这个刀啊 见证了一段友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一段刀是 我的 怎么说呢 我也得叫师爷啊 是八卦长 第四代名家 谢佩启先生打造 并赠送给我师爷 杨坤先生的 本来啊 这刀的本来的重量是九斤半 后来呢 我师爷觉得这刀啊 配重不好 大家明白什么叫配重吗 就我滴了这刀 这刀头是空下来的 这个就是刀半 这配重有点轻 它在这刀的后边呢 配了个铁角子 因为这个照片照得好嘛 就是 铁角子 大家看一下 正好是这个红色刀丑 刀头这一块 把铁角子给盖住了 这一件刀的配重的话 就是你怕一拎刀 是吧 这刀头能跳起来 不用力跳起来 因为我怕用力给它跳起来 这就是说你刀用的不舒服 这是无意当中我碰上的 赶上那刀在它那里呢 说实话 就想起这个话题了 传承 我们这个传承下来的不仅仅是功夫 还有这种老的物价 再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八卦刀见证的是 谢佩喜先生 我叫谢师爷 和我师爷杨坤先生们一段一段 也就是什么 叫传承有序 一把八卦刀传承一段历史 好了 关于八卦刀的事儿 咱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